世間議員怎麼觀察 林冠其實 黃珊珊做這一個決定 是非常正確 也非常事實 就是說在她該 離開副市長的位置 那麼她專心到她自己的選舉 對台北市政也好 對選舉的公平性也好 對她個人也好 這個都是對的事情 那我想黃珊珊 如果專心到 選舉上面 我想她會又有 更另外讓人家驚喜的一些表現出來 那我覺得到目前為止 其實他們三位 陳時中 蔣萬安 黃珊珊 我覺得他們的表現 我如果用幾個字來形容 合乎情理 但是出乎意料 合乎情理的是 這個黃珊珊 因為她副市長 她本來市政就很內行 她六屆台北市議員 所以她重規重矩 她市政表現得很好 那麼 蔣萬安跟陳時中 姑且不講表現的成績怎樣 至少都合乎情理上 他們的個性就是這個樣子 但是出乎意料的是 陳時中的表現 陳時中的表現 遠比大家想像中的還好 好很多 那蔣萬安也遠比他外表所展示出來的還要弱 這就是讓人家完全不可理解的地方 這不就是你們的機會嗎 對 你看 對 你看像現在蔣萬安 我說實在我不是說在說她不好 因為我知道我是浮龍娃 我批評她我都很小心 我覺得有一句西洋諺語 形容蔣萬安很恰當 too good to be true 好到不真實 好到不真實 哪裡在好到不真實 我舉例 她那麼高的學歷 她那麼好出眾的外表 那她彬彬有理 說實在話 這個部分確實是不錯 她為人確實很nice 她是暖男 但是也因為這樣 她偶包太重 你問你覺不覺得 她就像那個007 007打完假以後 頭髮跟衣服還很整齊 有沒有 隨時都很亮麗 同樣啊 你看 蔣萬安不管哪一個活動 她出現 永遠就是那個樣子 連汗都不滴一滴耶 所以 這是 我覺得她怎麼有辦法 偶包太重 那偶包太重的結果 會讓她 她因為太注重她這個偶包 所以變成說 該她要去注重的 比方說 參選台北市長 你台北市政的願景 政策 作為是什麼 我覺得她這個部分 太輕忽 甚至我覺得不疾苦 那你看陳時中 大家本來想說 你是衛福部 你是防疫總指揮 那台北市政 哇你射入的時間太短 那怎麼辦 這個部分是不是應該要補強 第一時間 陳時中 拍完這些 定裝照之後 她接連在台北市政議題 出擊 從大巨蛋 內湖交通 她講得頭頭是道 她講的這一些 講萬安 人家 黃珊珊還多少 可以回一點喔 她可以回說 那內湖 這個交通改善 其實 實際你的說法 跟現在做法 是怎樣不同 黃珊珊還有得防禦 甚至回擊 那 蔣萬安是幾乎啊 摸不著邊啦 那我覺得 蔣萬安幾乎 沒摸著邊 所以我個人是覺得說 蔣萬安的表現 真的也是出乎意料 她太在意 她的外表 這個偶包過重的結果 她真的就成如我半年前就預言了嘛 她是三不軟男啦 也就是說 她 不犯錯 不得罪 所以不決定 那這樣子 你參選台北市長 就算給你擔任台北市長 那要做什麼呢 你台北市政 總是很多 實際 每天要碰觸 要解決的困難 難免會得罪人一定的嘛 得罪利益團體 難免你要做 很當機立斷的 解決的時候 這一點 大家質疑蔣萬安的能力 那你認為 柯文哲要怎麼操作氣爆 很清楚 她只要 她所有的 這個 這個 市政的這個 舞台 這個 資源 不讓 黃珊珊再去碰觸 比方說 比方說 黃珊珊 很多 可以參與的 市政的一些成果 那 她很決決的 不讓她參與 再加上 柯文哲 自由她內部的一套 她如何去操縱她那百分之十 僅有的那10%的票 我覺得對柯文哲來講 易如反掌 而且 柯文哲這麼做 是因為她對陳思中的仇恨值 她對陳思中的仇恨值 就是說柯文哲 因為她是由依從政的一哥 依政一哥這個光環 也就是說柯文哲會保有 她依政一哥的十字架 誰也休想搶走柯文哲的十字架 所以柯文哲會以這樣子 那就像歷史上的這個 吳三桂跟石郎一樣 就由恨而來展現出 她最後做的決定性的 這個致命作為 所以我認為柯文哲會這麼做 而她有辦法這麼做 因為剛好她能夠操控的這10% 她的支持者 她的選票 剛好也是很容易挑起仇恨值的 他們之所以始終的跟隨柯文哲 就是因為他們長期以來 對柯文哲的效命 而且長期以來 對民進黨 跟民進黨所支持的政治人物 他們是持反感仇恨的 所以只要柯文哲一聲令下 我覺得這10% 很可能就配合柯文哲講的 棄黃寶獎 我請教世間議員 為什麼今年的選戰這麼混亂 我覺得態度 我們黨現在在中央 承政了以後 我覺得就是很輕忽 那我覺得我舉陳時中 我為什麼說陳時中 越來越強的原因 大家看陳時中 八個字他的態度 氣定神賢與善觀金 也就是說當他被攻擊的時候 他四兩撥千斤 他游刃有餘 好好的回答 把這些答覆也都做得很圓滿 比方說這個指這個疫苗的部分 他說採購沒有那個黑箱 倒是有黑心政治黑心政客 我覺得這樣 我覺得他講的 這個態度非常好 把事情解釋 原委解釋得很清楚 說這個不是保守機密 而是保留文件 所以我覺得他的態度好 所以他的回答自然就會視頻報 然後這樣子之下 他還對於他要參選的市政 他還可以主動出擊 所以我認為說這個態度非常重要 以這個態度在桃園來講 我們現在桃園的一些做法是不及格的 比方說既然林志堅都有勇氣退下了 那就不要再去扯這些事 再去扯林志堅的清白 要維護他的清白 那如果從頭到尾都清白 那何必換奸呢